现在是老挝时间下午4点钟 那我目前呢一共是起了94.4公里了 那刚刚呢是下了一场雨了 然后刚刚前面那边一段路呢 它的路段呢全部都是这个泥墙 碰到我满身都是这个泥了 那这里呢距离大概还有22公里 以现在的速度来看呢 还需要一个小时多才会抵达 那如果没有停没有意外的话呢 应该是能够在天黑之间抵达啦 你看这边又来全部都是这个泥了 我是没有办法骑快的啦 希望在天黑之前能够抵达Turket啦 现在是老挝时间傍晚5点4个字 在我要抵达Turket之前呢 它竟然跟我下棋以来啦 现在呢全身是10到晚啦 你看我的这个帐篷这些也是啦 给你们看啊刚刚的那个泥水 把我的灰姑娘呢弄到那么暗脏了 这些都是它的战痕啦 我是不会帮它清洗啦 可是觉得一暗脏呢就有越有feel啦 看前面就是泥到晚啦 那这边距离Turket呢还剩下大概3公里啦 其实很近而已哦 我在Turket那边呢是租了一间 背包客栈啦 等雨再小一点点我就会直接 起过去check in啦 趁现在天海没黑呢 我来这个美工河这里先走走啦 我的住宿呢就在这里附近而已 先来看看这边的风景 等下再去check in吧 那从Sawana Cat呢 一路都是沿着这个美工河呢 来到了这个Turket这里 那在对面呢就是泰国啦 蛮漂亮的里啊这边的河岸 那我今天呢一共是骑了116公里啦 差不多117公里啦 很美哦这边的风景 不错不错 现在要去check in啦 要去冲凉啦 全身都肮脏到半死了 这个呢就是Gargate的市镇啦 它的市镇呢感觉上是蛮不错的 我有看到有一些 不是有一些啦 是蛮多这个老外的背包客啦 然后我今天住的这间背包客栈呢 它就是叫做Balami Hostel啦 它这边是有surf早餐的 我觉得它早餐呢应该就是吃Balami啦 OK 那我现在要先去check in啦 好 我刚刚呢是办理好了我的check in的手续啦 它这边一个床位呢是95,000 吉普啦 大概是马币24块钱 这个这间呢就是我的房间啦 它是这样子的dormitory 我觉得蛮不错蛮干净的 然后今晚呢暂时应该就是只有一个人啦 它是没有冷气啦 但是是有两个风扇 所以是蛮通风的 这里 然后它还有给一个毛巾 还有一个这个插座 但是它就没有自己的一个小灯啦 OK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边外面的环境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common area啦 可以在这边就是什么 下棋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冲凉房啦 蛮不错的它的环境这里 一二三四四先冲凉房 有热水 OK可以 好 那刚刚那个老板娘他跟我说呢 在这边附近呢是有netmarket的 好 现在要先去冲个凉 然后等下晚上呢我就要去netmarket找我的晚餐啦 4 2 4